你想到大城市发展 但是父母呢 怕你太累 希望你回家乡 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你会坚持自己的想法吗 其实我之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就是我现在前三年 我都一直是在北京的 然后我家在浙江周山 非常非常地远 六百块的高铁票 来回一千二 我也会感受得到 就是一定要在家里 陪着爸爸妈妈 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折中了 我希望在江浙户 能够有一份工作 然后定时地出去出差 全国各地做活动这样子 比如说你的这个梦想 可能在北京这样的城市 更适合你 那你会选择继续留在北京 还是回到江浙户呢 目前如果钱能越挣越多 能够看到前景的话 我会留在北京 然后挣到那个钱 我再飞回来 这个题的话 在艺术的层面上无法点评 在职场的层面上 我觉得叫一塌糊涂 第一 题是什么 没有看明白 第二的话 能绕你就绕 你以为是五环吗 所以的话 我希望以后的话 做艳合事情的时候 先艳艳真真的 来到艳合一个台 都要去想 这个台的目标是什么 站在这里 我不觉得一个好的演员 是用一个戏录演下来 而是知道站在什么舞台 演什么戏 祝你好运 库老师 我不是很同意你的观点 首先呢 这个答案来讲 人们这个答案 经常让我们做出 这样一种选择 就是你A和B 你要了A就不能有B 对吧 你要了B就不能有A 那么我觉得这个选手 他就是面对自己的情况 能够让想 让自己走得更长久 把所有的矛盾呢 都解决掉 他选择了 两个兼容的一种方式 为什么不可以 有这样一种方式 为什么不可以 有这样一种考量 有选择吗 有选择就留下 没有选择不要坚强 但是来到上海 来到北京 来到江浙户 来到所有的一线城市 首先想到 我如何生存下来 如何长本事 我觉得这个都是对的 这个问题 没有标准答案的 他讲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要看 他这道题是什么 实际上 他不是针对你 他是借你这道题 去提醒那些 可能还不如你的年轻人 不要有任何的幻想 其实呢 你今天的到来 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至少对于 我这主持人来说 我发现现在 年轻人的兴趣爱好 已经远远超出了 我们一些企业家 和一些自以为 和他们离得 并不远的人 觉得呢那样子 你看看 我都没想到 现在你们做 这些广播剧 做这些coser 这些内容 可以做得这么多 玩得这么好 也给我们这个节目 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考 就是以后我们可能 在这个领域 也得请一些专家 或者有相关经验的专家 给年轻人以指导 对不对 否则的话呢 一帮比你大个 十几岁二十岁的人 坐在一起吵 吵来吵去 可能都没吵到你的内心 你没笑我们 不代表迎评的那一段 懂你且懂这行的人 不会笑我们 对吧 在第二环节 刚刚这道 职场情商课的题 引发了企业家 还有我们的人力专家 非常激烈地表达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在第二环节的最后 来 请各位企业家 做出你们的选择 祝贺你 季晨 我说对了吧 结加给你的这个橄榄枝 是明确的 马瑞从第一轮到现在 一直很挺你 进入到你今天求职的 最后一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来 马瑞 我刘德岗给你的是电商主播 那在初步的可能一到两个月之内 你会做我的副播 我刚才设想的是 比如说我的每一场直播 你可以打扮成完全不一样的 Cosplay的部分 让我的粉丝 前面的两个月 就是把我所有的粉丝 来导到你的部分 然后呢 从第三个月开始 然后成为单独独立的电商运营主播 工作地点在广州 目前我们 然后薪酬是五千加 福利就是全年的护物品 化妆品 然后无限量 对 接下来给你几秒钟的时间考虑 选择或者是拒绝 谢谢 再见 来 考虑时间开始 齐晨 你的最后选择是 我想选择 马老板 好 祝贺马瑞 也祝贺我们的求职者 于其成